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美国加州的同光会律师 那么今天给各位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美国加州的这个所谓的配偶财产制 因为我们现在用这个配偶这个比较恰当一点 因为在美国已经加州呢 已经全美国各州都已经承认了所谓的同性婚姻 所以我们在讲这个所谓的夫妻财产制 已经不太合目前的法律规定 所以以下我们介绍的就是加州的这个所谓的配偶财产制 那么各位观众朋友大概也都知道 美国加州呢基本上它是沿袭了这个以前西班牙制度 那西班牙的法律制度呢 比较是属于欧洲法律系统的 就是欧洲大陆法律系统 所以跟国内中国国内跟台湾的法律制度比较接近一点 就是所谓的夫妻共有财产制 在英文里面是叫做community property 那么全美国五十个州呢 只有很少数的九个地区呢 加州是其中一个是用了所谓的欧洲大陆法 这个系统 夫妻共有财产community property这种制度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在法律规定呢 在婚姻的关系以后呢 这个婚姻关系开始成立了以后呢 那么配偶任何一方 他得到的财产呢 基本上会成为共有财产 但是有例外 第一个例外呢 就是如果说是单方面继承而来的 或者是单方面赠予得到的 这是一个法律规定的例外 第二个例外呢就是有所谓的配偶之间的 这个所谓的财产的协议 这个非常重要 那也是今天我这段小小的介绍里面的重点 所以如果说各位观众朋友 你本人或者你有朋友 是在居住在美国加州 他是美国加州的residence 无论他的婚姻的这个开始是成立的地点在哪个地方 只要是被加州承认的 当然加州现在不承认的就是所谓的一夫多妻 或者是一妻多夫 一妻多夫的制度在加州还是没有办法成立 或者是近亲的 比方说一等亲的 不是第一等的所谓的cousin 就是说父母这边的姐妹 他们的小孩子兄弟姐妹 父母或母这边的兄弟姐妹 他们的小孩子是第一等的 first class的 第一个degree的这个cousin之外 这个在加州也是不能够成立的 近亲的婚姻 那么这种之外呢 基本上在加州都承认了各州和各国的所谓的有效的婚姻 所以只要是居住在加州的居民 基本上它的特别是在加州的财产 我们特别讲是不动产好了 房地产好了 是由加州的法律来规定的 所以在这方面如果说各位观众朋友 有这个方面的牵扯到的相关的事物的话 特别是房地产的事物的话 有必要做房地产或者是这个property agreement的话 可以来找我来联络 那property agreement 这个spouse之间的property agreement 又分成了所谓的prenuptial婚前的 这个我做很多 结婚之前先成立一个所谓的婚前协议 把配偶双方的资产以及负债 做一个很详细的列表 那么结婚之后 基本上对于配偶结婚前的所谓的separate property 就是各自管各自的 它不会混为一谈 不会成为自动的就变成所谓的 这个配偶财产共有财产 另外一种就是婚姻以后的 这种基本上我也做很多 也就是在结了婚以后 在婚姻关系进行当中 如果说有任何的原因呢 单方面要保留 或者是多得到一些百分比的比例的话 它不是维持50%的话呢 那么基本上来讲都可以找律师来成立一个婚后的 这个财产协议书 那么我的执照呢 是美国加州执照 所以如果说各位观众朋友 你自己或你的亲戚朋友 有这方面要有必要成立 所谓的这个婚姻关系之前 所谓的prenuptial 或者是after这个marriage的 这个doing the marriage的这个夫妻 不是我不能再讲夫妻了 配偶之间的这种财产协议的话呢 欢迎来跟我联络 我的电话是408-799-9588 408-799-9588 或者透过我背后的这个 这个纸上面写的我的 Witchat或者是Lite ID 来跟我联络 因为我住很多这种海外的朋友来找我的 这个因为我们在 我的我个人的工作地点是在美国加州的矽谷 就是所谓的矽谷附近 San Francisco Bay Area附近在San Jose 那么相关的部分我都可以做 相关部这个相关的这个财产协议呢 我都可以为各位来服务 那么欢迎各位观众朋友 有机会跟我联络 408-799-9588 或是透过了WeChat 或Line 跟我联络 谢谢各位 我是童话后律师 拜拜 拜拜